当立委高嘉宇又被外界爆料 指出他之前曾经去欧洲的时候 就曾经去欧洲扫货买大量的名牌包 而针对这样的一个传言 高嘉宇也现身回忆 他表示自己其实当时是跟着考察团去欧洲 那么在当地买了一个LV的包包 送给妈妈并没有扫货的一个情况 但是近来他的争议不断 除了这一次的买名牌包的事件之外 从先前的买房争议 到他公布自己房间的一个零万的照片 种种都引发了外界议论 而他也针对这样的一个连串争议 做出回应 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觉得就是勇敢面对吧 还好我这心理素质也蛮强大的 这几天就是从上个礼拜到现在 已经快要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那如果这样我还能够乐观开朗的 继续这个努力的话 就代表我的这个就是 是蛮就是坚强的 由于民进党启动了首议场的一个机制 所以高家瑜是轮到了在早上时间 也正好是在议场前面 被媒体给堵个正朝 于是他也回应了连日来他从买房 甚至到现在买包的一个相关争议 他表示其实在连串的争议之下 他认为自己的心理素质还可以 但也靠着选民为他的打气 他认为自己能够挺过 这一连串的争议事件 谢谢孟静